Hello 大家好 中學讀書時期 旁邊一定有個新的高大英俊的籃球隊長 我是馬力克 大學讀書時期 旁邊一定有個玩得、讀得、還要上莊的男神 但是這些機會永遠都不是屬於我們 究竟一個平凡女高中生 是用了什麼不平凡的招數 令到國民男朋友在五集內愛上去的呢? 我們今天就一起拆解一下 這日2022年網民票選最受歡迎的劇集 25、21 第一部 拜託他幫忙 聽到第一集已經叫了去書店做事的白逆神 留起一本漫畫書給他 為什麼不是主動幫他 而是拜託他幫一個忙呢? 就是因為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想提升另一個人對自己的好感度 並不是要幫他一個忙 而是請他幫一個忙 簡單來說我會舉一個例子 Take Attendance 即使你沒有幫過別人 你也一定拜託別人幫你 給人拜託那個 除了有很少少人會覺得 九成九的人都會覺得 我也會稱他為 因為給人拜託 通常都會有一個 被信任、被尊重的感覺 在劇中的男主角都是一樣 幫完第一次 就打算幫第二次 一開始幫人留本書 之後就幫人在酒局解圍 然後就幫人解數學題 不過 幫什麼都會有巧妙的 千萬不要問別人一些關於 喂?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一張遊戲卡嗎? Econ 份功課 可不可以幫我做 問號 2022年了 我婆婆都想餓了 想收兵 沒那麼容易的了 我全家都很幸福 第二步 別人幫完你 就是時候回答謝別人了 白亦神幫完希度之後 希度都會請白亦神 喝飲料補數 正確來說 是請他一起去喝飲料 不是去漆仔 別人買一瓶飲料 幫他付錢 是一起去排珍珠奶茶店 一起拿著杯珍珠奶茶在海邊喝 製造獨處的機會 然後打射徐君信 雖然剛才第一步是可以騙到他的大佬 但第二步相處下來才是產生好感的關鍵 如果你的男神 都是跟男主角八亦神一樣 都是酷酷的 你打算請他喝飲料的時候 不用了 我走到那邊 也可以像女主角一樣 主動幫他一個大忙 因為男主角的爸爸生意破產 而令很多苦主都會去騷擾男主角 而有一次女主角剛好看到 有個叔叔想找男主角 所以就主動幫他躲起來 然後就說笑話 那你現在欠了人情吧 但目的不是真的要欠你人情 不是人家心裡沒什麼事 而是借意翻回剛才那部 以後跟她說 那你陪我買飲料吧 吃飯吃嗎? 付錢 今天幫你幫忙 錢是錢 心是心理 我現在 心理會給你 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 祝你 我來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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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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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 有得讀 那到底 我們要怎麼說呢 我們一起看看 誰要做 英文也很好 我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好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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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也解决了 因此有点兴趣 百二症 他说看来你成绩真好 怪不得大家都说你这么受欢迎 而不是你很英俊 你这么高,你升什么大 二头肌为什么这么大 在哪里做健身 Kido的做法是认同大家对他的赞美 而不是直接赞他 为什么间接的赞赏更好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直接赞他 他在高位而你在低位 那你就很容易变成粉丝而不是朋友 但如果我们像女主角那样 是认同别人对你的赞美 那都有赞美成分 但没有样子没有效果 那即是你们的关系 还是平等还是朋友 朋友变成男女朋友 就容易得多了 还有就是Kido从来都没有赞过 百亦神任何关于外观上的优点 像百亦神这些游戏做到大的男神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人赞过他英俊 高大你与其赞他这些 不如跟他说 Kido 赞美 但特别 特别 即是赞他一些 没什么人赞过他的优点 接着他就开始心想 常常都没有人这样赞过我的 竟然看到我特别的一面 那你又这么特别 他又这么特别 看到你这么特别 那你就刚好给你们去结婚了 第四部 男神都是人来的 都有不开心的事后 男主角百亦神在剧里面 就是一个因为金融风暴 家里破产的少爷仔 一个人被迫要退学 还因为要避开债主 而和所有家人要分开住 就是当男神处于低潮期的时候 就要像希导般陪着他 而女主角希导除了陪着他之外 还用了一招 就是化妃剧为喜剧 好像当男主角面试失败的时候 女主角就在板上写着 我面试坏了啊 不要搞我啊 但是那个饺子是写错了的 那男主角第二天起床 看到错字的时候 就笑了笑 然后就忘记了 昨天面试失败的事 又或者有一次女主角 坐男主角的车的时候 突然起大雨 但是车的车缸是坏的 所以是删不住 当男主角都开始 觉得好雨的时候 女主角竟然说 所以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而当他跟女主角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了 这招都不是万事万灵的 最重要是一定要看场合 如果是一些很大的失误 最好的安慰 都是静静地在旁边陪着他就OK了 以上四步 都可以说是一些 压压哄哄的招数 但压得一时压不到一世 真正吸引到男神的 都是要靠自己的个人特质 如果你身材好的 玲瓏得的 那就穿多些紧身衣 但是 如果你想有个健康一点 长远一点的关系 不如我们一起参考女主角的优点 除了单纯、善良、乐观 这些典型的女主角的优点 我们一起看看男主角喜欢她什么 不畏惧失败的坚定意志 再厉害的明星都一定有人不喜欢 但你有没有见过 坚定不屈的人会有人不喜欢 坚持这一样特质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好像我们追星一样 看到偶像舞台有进步 都会鼓励到我们一起进步 为什么那些选秀节目出来的偶像 是这么高人气 除了因为他们的实力之外 就是因为他们的坚持 令我们看到希望 所以对于一些处于低潮期的人来说 这些古墓性的优点 就特别有效 做完五部男神都没到手都不用刺 因为女主角也是这样 去到第五集 男主角突然声不出就走了 但千万不要窮追猛打 因为男主角走了 女主角只留了一个口信给男主角 白日真、三尾 我看你 俊达 我未能让你 谢谢 我看你 都会呈现 你意误 없이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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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 Protocol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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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番 白衣 聽到這裏我是男神我 我的心都容了 其實這裏25、21 除了愛情之外 親情、友情、熱情 都是寫得很好看 而且它裏面有很多 對白台詞也是很有意思 所以推薦大家去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想看劇評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如果想第一時間知道有什麼好看 就記得追蹤我的IG 下次再見 Bye